这是景区的一个地下金库,在清朝时候就有,也是地下钱庄,现在地下金库开放了,成了旅游景区,相应的也吸引了很多人过来。这些游客就是准备排队进入地下金库的。进入金库里面,首先要走的就是这一条路,像隧道一样,因为在地下,所以比较暗。 这条路还有一个比较有象征性的名字,叫做财路。财路走到尽头,就能看到清朝慈禧太后,对这个金库的口谕,大概意思就是这一个金库,都能和大清的户部媲美了,直接说富可敌国,也不为过。 可见在清朝这金库里面有大量的钱财,这是库房,上面还写着银库两个字,除了银库以外,还有金库。总之这个地下金库有许多的房间,和现在的大银行差不多。银库里面堆积的银子,这些银子,应该是假的,只是一个模型。 为的是还原当初这个银库的复数,看到这些银子,就能想象出当初的复数情况。这一排排的银子,不值得算成现在的钱值多少价,应该有个几百万,因为有了这个地下金库,游客的数量也变多了,而门票的收入自然增加。 金库里面的工作人员,也是模拟当时的工作场景,房间里面放着一些账册,还有很多的金丝银子,这些模型金元宝是摆放着卖的,最小的五十块钱,最贵的五百块钱,也有游客买,人多的就是好,那么贵的东西也能卖出去。